聊天室,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今天我邀請到兩個超可愛的美女來喔 來,先借我介紹一下 借我介紹 我看到你們就變可愛了好不好 你是誰? 我是妮妮 天菜的最愛 她是妮妮 今天來的都不是空姐 這是我另外一份工作 就是直播上 然後Youtube的朋友 然後 阿阿,我是許妤 害羞的許妤 她剛剛就非常安靜了 有啊,太吵 是你吧 我今天邀他們兩個來了 因為我有一個問題 覺得現在有很多聊天軟體 然後有很多那種就是配對軟體 我們還有另外一種方式 認識朋友或認識人 然後甚至就是可以有進一步的接觸 我這樣會太18禁嗎? 應該不會吧 就是就是 一起之後就可以幹嘛 算了算了算 好,這個東西就是遊戲 因為我打遊戲嘛 那他們兩個也打遊戲 而且這個人應該打得比我們狂很多吧 之前真的狂很多 剛剛她有當過選手 對,她有當過選手 現在手遊很行 大家都會玩手遊 所以你們有沒有可能在手遊上 小小的不小心的給她心動了一下 就是不認識的人 我要講 就是我國小的時候 國小 小小年紀還不懂愛 我這個時候呢 國小的時候玩一款線上遊戲 要培養的 陪伴的 有家族的啊 有公會的 超 可以結婚的 可以結婚的 通常她會有說什麼 結婚禮服的那種 就是這種 遊戲比較容易讓人家有戀愛的感覺 就是公會站 她會在有一個 像是一個大廳裡面 然後打完之後 她會馬上出來 就更新那個布告欄 所以我們每次出來 就會看一下那個布告欄 而且我們伺服器 是那種 很前面的伺服器 就是比較熱門的那種伺服器 她是裡面的第一名 第一名 然後人家點擊說 看她來的公會 她扮女生 就是你這樣 我沒有跟她結婚 你沒有跟她結婚 我才國小欸 不是 國小在遊戲可以結婚 不行啦 我們的時候小小年紀 不好意思這樣子 結婚怎麼辦 對小孩真的會想很多 對小孩真的會想很多 她是不是很公開的對我表達 就是很愛 就是因為 但妳都沒見過 沒見廣播 我們沒見過 我覺得以前就是 很專業廣播器 廣播器 我愛妳 對因為就是以前 我們也沒有什麼 比較沒有那種 通訊軟體之類的 所以就是都是在上面 私訊聊天 所以我們也沒看過對方的照片 但她就覺得我很怕 而且那時候我才國小 她那時候我記得眼睛是 28歲的 這段可以碰嗎 她28歲 妳是不是騙人家 妳不是國小 小小年紀不會騙人 不懂愛情 也不懂騙人 我那時候就跟她說我國小 所以我就覺得她是不是想辦法 天啊 她的ID叫什麼當時 當時 不行講啊 快點啦 她的名字有個爺 爺爺 好中二 好啊 所以那我們總整一下一個東西 就是說 伺服器第一名其實很重要 還蠻重要的 就是可以碼 這是一個有點小小虛榮感 對我覺得很重要 然後 就一起玩 練等啊 工會啊 這是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一樣的工會 對一樣的工會 我也是在國小欸 我跟你講這還在國小欸 因為長大之後其實就不太會 成熟一點 可是我現在都是現在欸 不要再玩熟吧 沒有 因為我國小在阿根廷 所以我就沒有手遊 然後在美國也沒有玩手遊 回來就是 亞洲的時候才開始有手遊 所以那時候我已經成人了 但是你現在開始覺得很新鮮 我覺得很新鮮 我覺得很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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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容易在網路上愛上別人 那我以前比較容易就是 主動去追別人 那現在不會 真的假的 你國小這麼主動喔 其實喜歡她是因為她那個 會喜歡她的遊戲的Skin 長得很好看 對然後因為蠻高等 然後又會陪我練 然後等一下 妳認識她嗎 都不知道對方長什麼樣 完全都不知道 然後那時候我就 因為很喜歡她 我就送她練了櫃子 還是我送她 妳的她練櫃子 太出櫃子了 為什麼我出櫃子的錢啊 這個就是我當講這個誇張 就是某一天我突然間發現 就是櫃子的就是功效 沒了 嗯然後他就說 因為你的眼睛 沒有改成水汪汪的 所以我就是不想跟你在一起了 就因為眼睛沒有改成水汪的 超白眼的 跟她說 我本人眼睛就水溫空的 你剛剛看得到 好 那我們再總和一下我右手邊許餘的條件 就是說 第一個 你在遊戲裡面造型浮誇 點數除的多 好啦 總結就是點數除的多 但現在不一樣 現在會喜歡玩的比較強的人 技術型的吧 技術型的 你知道我啊 就之前有玩一盤手遊 我就是每天上線 有一個人都會送我一朵玫瑰花 每天醒來 我等一下 我是 快快送不了我了 這是80年代的故事 每人送一朵玫瑰花 欸 很感人欸 想開手聊 那會飛哥傳信給你是不是 那時候我已經做實況主了 然後我要結婚 然後因為這是工商嘛 又要結婚 但是你要有一定的友好度才能結婚 喔 所以呢 他可能要送我玫瑰花 不過這個人已經結婚了啦 現在 真實結婚 因為那個人就是傻梗啊 哈哈哈 大家不要介意好不好 這段落修一下 有狗 有狗 這個人是 不會偏差 不是 因為有些人玩交友軟體 他還是要放照片嘛 對不對 他還是要先看他的條件 但是遊戲卻可以 不需要任何東西 你就可以有那種化學作用 愛上你 所以我覺得因為遊戲 是因為目的性沒有那麼強 但是交友軟體 你可能一開始目的性那麼強的時候 就是我要交友軟體 像我就不會玩交友軟體 是因為我覺得說 這樣感覺說你認識對方就是 想要交往 或是想要進一步認識 但是玩遊戲就是 兩個人是很開心的 一起 我們一起打任務啊 一起解副本啊 所以一開始不會抱著那麼多 複雜的想法 就挺開心 對所以這樣可以比較順其自然的 認識對方 那我們整理三點 三點最重要的 可以讓女生喜歡上你的點 第一點 我覺得戰力高其實還滿重要 因為可能因為我們玩遊戲的女生 玩比較久可能就是 勝負心其實也比較強一點 我也會希望我自己在遊戲裡面 玩得好 強一點啊 就是我當然會希望說 我的裝備要好一點 我當然就會為了這件事 而去努力 好那我要講一個 身上有稀有物品 就譬如說買不到的東西 或是整個伺服器只有一兩秒 就像我們那個 婚紗 西裝 西裝 對 對我告訴你 你完全只要帶著那個東西 然後你就站在那個中間點 嗯 你只要放一個晚上 站在那邊 然後再來 要玩得強嗎 玩得強就是 技術性 好 然後再來我覺得還有一點 陪伴 真的 這是習慣 真的陪伴會變成一個習慣 很難戒掉 好我們剛剛講的東西 以上基本上 譬如說戰力啦 家族 家族 欸家族是工會 陪伴 陪伴 還有咧 裝備 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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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重要 對結婚系統 這些東西在 預健身周 這一款手遊裡面 都有 如果你們想試試看啊 可以趕快去下載喔 立馬下載 對趕快下載 因為我們也會玩喔 嗯 我覺得比較軟體的效果會更好 那拜託就是 那拜託就是 好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 那如果呢 你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按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也訂閱 咪咪 還有 謝謝許芸 好啊大家掰掰 掰掰 雖然不喜歡就算了啦 哈哈哈 結婚的 可以結婚的 好想好喝 我這輩子沒有在網絡店上跟別人結婚過 沒有喔 我是不懂別人 欸好可怕喔 28歲騙小學生 這個太扯了 天啊 好感人喔 欸可是他是不是只是小學生 對啊 還是不OK 我就當感人 很感人欸 欸小學生 28歲 在那邊搞一個小學生 欸 台灣以前小學生 已經可以結婚生子了 12歲就嫁人了 欸小學生 小學生 好好騙喔 現在也是 現在開始 那我現在就來做一個 我現在來做一個 我現在來做一個遊戲 咬麵 乾爹啊 好好講 這就是找乾爹 不是 我想這樣 我是不太喜歡台女的講話 每天上線 有一個人都會送我一朵 你會花 就是女性 女性 可敬的女性 可敬的女性 可敬的對手 不要我 那我只要說一件事 就是 小學生 兩個都小學生 就在那邊線上 跟那種成年男子 在那邊 欸真的不要學 好不好 然後那些大人喔 不要做這種事 社會新聞都這樣來 然後我先下載一點 現在最流行的 現在最流行的遊戲 現在最流行的遊戲是什麼 遇見神舟